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句话说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即完章 现代社会 人情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 很多情谊是在这人情的一来一往间产生的 在所有关系中 如果只有一方默默付出 而另一方一味索取 这样的关系最终都会破裂 所以无论和谁相处 都务必记住这三点 寄人好处 看人长处 帮人难处 寄人好处 有句话说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其实不是人心有多可怕 而是人心被人伤多了才可怕 很多时候对一个人好 并非想要他有所回报 但如果他连你的好都记不住 才是最伤人的 能寄人好处的人 才能将别人的付出看在眼里 曾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2004年 孙静全家都在外打工 上初中的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 当时家里无法支付昂贵的治疗费 只好向社会求助 在儿子治疗过程中 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援助 也筹集到了百万余元善款 但后来孩子的病情恶化 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 没过几年 他的爱人也去世了 但他没有忘记社会对他的帮助 自从儿子去世后 十几年间 他把自己挣的钱都送去医院 给那些素不相识的 家庭困难患者送钱 当记者问他 你自己收入也不高 将钱给别人不心疼吗 孙静说 这些年捐了多少次 捐了多少钱 已经记不清了 他接着说 我不需要别人记住我 因为我也记不清 曾经有多少人帮过我 最让孙静感到无以为报的 并不是钱 而是社会的温暖和善意 这一举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 有人说他传承的是大爱 温暖了整个社会 也有人说 他用自己的一生来传播爱 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 他受人之助 寄人恩情 无以报答 唯有传承回报 每一份付出 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幻罗根说 人家帮我永之不忘 我帮人家磨记心上 记不住别人的好 就是在漠视别人的付出 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 既然好处是对付出者最基本的尊重 你懂我的付出 我懂你的感激 这样的情意才能持久 二 看人长处 莎士比亚说 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莫雷特 看人的角度不同 会直接影响你对待一个人的态度 看缺点容易讨厌一个人 看优点才能产生好感 懂得欣赏别人长处的人 更宽容 这样的人不仅对人有善意 还会去学习别人的优点 让自己变得更好 古时候两个年轻人一起去拜师学艺 一个年轻人拜了铁匠为师 另一个年轻人拜了木匠为师 一段时间后 学铁医的年轻人很受师父喜欢 记忆也提升得很快 学木工的年轻人不解 他们同时学艺 自己才懂一点皮毛 而他却已经差不多掌握了 于是他去问学铁医的年轻人 为什么进步这么快 学铁医的年轻人说 想要进步就去学习别人厉害的地方 他说自己在劳作中 总是会留意厉害的师兄 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然后主动向他们学习 学木工的年轻人听后十分敬佩他 反观自己 老是抱怨同门师兄压榨自己 后来学木工的年轻人 也尝试去看别人的优点 不断地去学习 几年后 两个年轻人都熟练掌握了各自的记忆 回了家乡 人们常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谁都不是生来就完美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既人饿 伤自己 既人好 利于己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总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 其实是自身修养有问题 待人宽一分是福 利人是利己的根基 善于看人长处的人 对待人生 世界 会更宽容 这样的人 不仅更能受到别人的欢迎 更能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三 帮人难处 俗话说锦上添花翼 雪中送碳南 人在春风得意时 你帮他 他不一定会记得你 但在他有难时 你帮他 他就会记住你的恩情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不免会遇到一些难事 人在困难无助时 都希望有人能拉一把自己 有时你的举手之劳 却给予了别人极大的温暖 在一个小区里 有个非常热心的李阿姨 她的对门 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孤寡老人 李阿姨了解后 经常会上门关心 和帮助老人 老人家里灯坏了 他会去修 会定期帮忙更换 清洗老人的被褥 如果一天没见到老人 会敲门确认老人安全 周围的邻居都说 李阿姨是一个好心人 李阿姨说 这些都是举手之劳 有一天 李阿姨和老人约好 中午去老人家吃午饭 但李阿姨上午在家擦柜子时 从凳子上摔下来了 晕倒在了地上 当时李阿姨的家人都不在 到了约定时间 老人敲李阿姨的门 也没有回应 就觉得出事了 老人赶紧打电话报警 联系上李阿姨的家人 才把李阿姨送去医院 人们常说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帮人难处 其实也是在无形之中 帮助了自己 爱出者爱法 浮往者浮来 你给别人的帮忙 终有一天 也会回到你身上 养一颗善心 积一声福气 在生活里更是如此 你帮朋友一把 会加深感情 帮陌生人一把 会传递善意 这样在你有困难时 人家才会伸手帮助你 你的人生之路 只会越走越顺 越走越宽 其实人与人相处 没那么多套路 真诚善良就足够了 对别人的付出 看在眼里 对别人的长处 多去欣赏 对别人的难处 出手援助 这些才是真正 为人相处之道 如果你想要得到 别人的好感 帮助 就要心存感激 用一颗善良之心 对待别人 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记住别人的付出 看到别人的长处 也是为人处事 最好的修养 为了可以更好的 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 已经在Facebook 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 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 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